上期讲述了项羽称霸,封封天下 其中违反了约定未将关宗封给刘邦 而改封刘邦为汉王 并将关宗封给三位秦朝降将,一个致刘邦 刘邦当然对此不服 在齐国田龙,赵国陈渝相继反楚之后 刘邦也起兵反项羽 在讲述刘邦起兵以前 UP将重点介绍一下秦岭地区的地理形式 尤其是连接汉宗和关宗之间的四条古道 华阳国字记载,子武,洛古,包古 并为汉宗北道之险,而洛古由近 另外扬州至云,州之要地者有三,至关有八 要地者,包古,洛古,子武古也 这两篇史料都提到了子武道,躺洛道,包邪道 另外还有一条陈仓道,也叫固道 至于为什么这两篇古籍不提这条道 等一下会特别说明 然后这期UP特别绘制了秦岭地区的沙畔模型 这里按顺序简单介绍一下这四条古道的历史以及特点 首先是子武道,沉于战国时期 但在秦汉时期并不是主要运输物资的道路 它晚至西汉原始五年 在王莽的命令下才修筑成关道 子武道起于渡城 从子武镇附近的子武谷口入谷 经过子武关,幺岭关,马岭关后抵达汉水 然后沿汉水抵达汉中 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去汉中救国时 从渡南路立中走的就是这条子武道 然后是躺洛道 这是汉中和咸阳之间距离最短的一条通道 但是也是地势最险峻的一条 因此这条通道很少人经过 作为关道的时间也很短 它的北口位于周治县西洛域 南口位于汉中阳县唐水河口 因此得名躺洛道 然后是包邪道 包邪道是其中开早早,规模最大 沿用时间最长的一条通道 是连接汉中和关中之间最重要的陆路通道 他南起包谷口,北至邪谷口 因此得名包邪道 不过在刘邦到了汉中以后 派张良回韩王那里时 张良建议刘邦烧绝此战道 方便阻止北方诸侯国来犯 同时也向项羽表示没有东环的意图 也有一种说法是说 刘邦烧毁的是植物道 但阿布个人觉得烧毁包邪道更符合逻辑 最后是陈仓道,也叫顾道 这条通道在汉代以前是连接关中和汉中之间最重要的通道 因为它在汉代以前被汉水贯通全程 可以乘船从汉中逆汉水北上 经顾道水到达关中的渭水 所以运送物资最为方便 但是在汉高后二年 这里发生了著名的五都大地震 深刻改变了这里的地形地貌 这里阿布也看了相关的论文考证 这个地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断绝了汉水 汉水一分为二 并在东汉以后演化出了嘉陵江水系 但也导致这条通道不再便捷 所以陈仓故道在汉代以后就不太受到重用 所以之前那两片古籍没有提及陈仓道 虽然后是诸葛亮北伐时 也就是渐兴六年 诸葛亮出散关为陈仓 走的就是这条陈仓故道 但是最后因为粮草运输不变 以粮进退 但在刘邦那个时代 这条通道仍是除了包邪道以外最主要的通道 另外提一下齐山道 这条道主要是连接汉中和隆南 因他经过齐山而得名 在讲述刘邦出兵以前 阿布将花大量篇幅 介绍一位楚汉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 他就是韩信 韩信是历史上非常传奇的一位人物 他被后世分为兵家四圣之一 也是汉出三节之一 同时与他相关的成语典故非常多 多达二十多个 以后会挑其中重要的典故来讲 这期将重点讲述韩信早年的经历 韩信是怀因人 家境贫寒 因为没有好的德行 所以不能被推选去做官 而他又无谋生的一技之长 所以常常到别人家讨饭吃 韩信曾经在城下钓鱼 随便有位洗衣服的老太太见他饿了 就拿饭给他吃 韩信非常高兴 对老太太说 将来一定好好报答他 老太太则生气的骂道 男子和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我只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 那里是图什么回报 不过之后韩信被封楚王后 找到这位老太太 赐予他千金 这就是一范千金的典故 另外有个著名的典故就是 跨下之路 这个估计观众们都非常了解了 所以这里不再详细讲述 其实韩信很早就参加了奇异 在向良渡过淮河时 韩信就持剑投奔了他 但一直默默无闻 向良死后韩信又投奔项羽 项羽只是让他做了一个狼钟 韩信曾多次向项羽献策以求重用 但项羽一直不予采纳 不得不说项羽真的错过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才 在刘邦被奉为汉王后 韩信便逃离储君投靠了刘邦 但当时人不为人所知 只是做了一个接待宾客的小官 后来韩信犯了法 因被判处斩刑 与他同案的13个人都已经被斩首了 轮到要斩韩信时 他抬头仰望 刚好看到腾公下侯英 便说汉王难道不想夺取天下吗 为什么要斩杀壮士 腾公觉得他的话不同反响 且外表威武雄壮 所以就放了他 并和他交谈后非常欢喜 便将此人奏报给刘邦 但刘邦只是封他一个智力校尉的官职 还是没觉得他有不寻常之处 韩信也曾多次和萧和谈过话 萧和觉得他不同于常人 当时刘邦到达南镇后 很多将领和士兵思念东归故乡 所以出现士兵逃亡的情况 而韩信估计萧和等人多次向刘邦举荐他 但刘邦不重用他 所以也逃亡而去 萧和听说韩信逃走后 来不及向刘邦汇报便去追韩信 这个桥段在元代被演绎成著名戏曲 萧和月下追韩信 刘邦以为萧和逃走后大发雷霆 仿佛失去左右手一般 过了一两天 萧和回来后 刘邦问他为何逃跑 萧和解释说他不是逃跑 而是追逃跑的人 刘邦问他追谁 萧和回答说是韩信 刘邦则不信 说逃跑的将领这么多 你都不去追 说追韩信肯定是撒谎 而萧和则说其他将领异得 而如韩信者 国士无双 如果你只是想在汉中称王 那么自然用不到韩信 如果想夺取天下 没有韩信就完成不了大业 接着萧和劝刘邦重用韩信 刘邦便打算封韩信为将军 萧和则说即使是封为将军 也留不住韩信 于是刘邦就改封韩信为上将军 同时萧和也劝刘邦以厚重礼遇 来拜韩信为上将军 不得不说韩信被重用 离不开萧和的大力举荐 但之后韩信被吕后所杀 也离不开萧和的计谋 所谓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形容的就是韩信 韩信败将后和刘邦有过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非常重要 所以将详细讲述 刘邦问韩信对争夺天下有什么计策 韩信则说 如今向东争夺天下 最大的对手是项羽 反问刘邦道 在永汉人强方面 刘邦和项羽谁强 刘邦沉默许久 承认自己不如项羽 韩信则说自己也认为 刘邦在这方面比不上项羽 但自己曾经侍奉过项羽 所以来谈谈他的为人 项羽在立身怒斥时 数千人都会吓得不敢动 但他却不能任用有德才的将领 所以只是匹夫之勇 项羽带人恭敬慈爱 言语温和 别人生病他会为之怜惜流泪 并把自己的食物分给病人 但当所任用的人立了功 应该封赏爵位时 他却把可好的印捏在手里 把玩的磨去了人角都舍不得授予人家 这便是妇人之人 项羽虽然称霸天下是诸侯臣服 但却不占据关中而是建都蓬城 又被其异地怀王的约定 把自己亲信偏爱的将领分分为王 而驱逐原来的诸侯国国王 导致诸侯愤不平 而且他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 没有不被残害毁灭的 百姓都不再亲近依附他 只是迫于他的威势勉强归顺罢了 所以他名义上虽然是霸王 但实际上已经失去天下人的心 他这种强盛很容易转弱 现在大王如果您反其道而行 则天下可定 况且现在疯疯在秦帝的三个王 都是过去秦朝的将领 他们率秦兵作战好多年 被杀死和逃亡的秦兵也数不胜数 之后欺骗自己的部下投降了项羽 最后落得的下场 是二十多万秦兵被项羽坑杀 只有这三人得以脱身不死 秦帝的百姓早已恨透这三人 如今项羽依仗自己的威势 强行封这三人为王 这种行为得不到秦帝百姓的爱戴 而大王您入关中时 与百姓约法三章 秋毫无犯 秦帝百姓没有不希望您在关中称王的 而且按照约定 您礼当在关中称王 所以现在大王您起兵向东 三秦之地只要发布一道习文便可评定 刘邦听后大喜过望 认为得到韩信得到的太迟了 立即听从韩信的计策 部署将领准备回攻三秦 留下萧和收取八蜀两军的赋税 为军队提供粮草 韩信的这番话实际上定制了 刘邦东征以夺取天下的方略 他对刘邦的历史意义 有点像后世诸葛亮的龙中队 对刘备的意义 UP其实常常会感慨刘邦 和他的子孙刘备遭遇非常像 都是平民出生 中年才起家 而且都在汉中称王 都以八蜀为基地 起兵征天下 但是刘备当时所处的环境 比刘邦困难的多 北方基本已经被曹魏统一 而且刘备称王不久 就遭到孙吴的背叛 丢了荆州 这段历史大家可以翻看 之前我的湘凡之战 和夷林之战的视频 但反观刘邦则不一样 尤其是北方的齐赵两国率先反楚 使得项羽无暇顾及刘邦 为刘邦东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楚汉元年八月 汉书的高地记记载为五月 但是这里以史记所记载的八月为准 刘邦正式起兵 任命将军曹参率郎中反快为前锋 率数万军西进白水以北 击破西县城的抵抗 此举估计是为了迷惑张寒 以为汉军会从骑山到攻陨西地区 而此时汉军主力由大将军韩逊率领 沿固岛水溺水北上 经固岛县尖城即行 出大散关后渡渭水直屈成仓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这段军事行动被后世演绎为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但史书里没有提过明修战道 明修战道一说最早出自元代戏文里 另外在后世的三国时期 蜀将魏延曾经效仿韩信的暗渡陈仓 提出著名的子武谷齐谋 内容大致是魏延亲自率五千金兵 从子武到齐席长安 而诸葛亮大军出邪谷进兵长安 两军一道会世于同关 但诸葛亮未于采纳 关于诸葛亮北伐这里不再详细展开讲 以后讲到三国时期的话 肯定还会具体介绍 张涵军因为汉军的出其不意 只能仓皇出兵迎击 以轻车骑步阵 汉军反快首先冲阵破支 张涵建自己孤军失恋 于是放弃雍臣东退 退守之费丘 并令部将张平守好事 等待赛王和敌王的尊援 张涵军东退时 汉军先锋朝参繁快跟进 致雍立成 繁快先登随即攻克 之后又追张平军与好事以难 再破支 张平逃入好事城内固守 汉军则施以围攻 在汉先锋军围攻好事之时 赛王司马兴自岳阳 派其将军赵奔 与内石堡率步骑兵向费丘 集进支援张涵 同时敌王董一也率军 自高奴向静水地区集进 张涵得到赵奔军支援后 便率军与汉主力于狼乡以东展开会战 此时围攻好事之 朝参繁快军 一重好事前来参加会战 并给予赵奔等军夹击 最后大破支 张涵再次退守费丘 赵奔退守咸阳柳中 汉军继续追击 朝参繁快军再次围攻好事 张平弃城逃走 朝参军于是与汉主力军 周伯冠英等合攻 赵奔军击破后近战柳中咸阳 雍帝自此平定 刘邦到达咸阳后更名为新城 同时继续派繁快冠英等东进攻岳阳之司马兴 司马兴不得已投降了汉军 此时除了雍王张寒仁死守费丘以外 卫水河谷地区基本平定 之后刘邦派立商北上攻夺上郡 敌王董一不久便投降汉军 周伯军易率军南渡渭水肃清河谷地区的残余敌军 然后返回参加费丘围攻战 至此三秦地区基本平定 自从刘邦出兵北上才不足一个月 行动迅速疏足惊人 韩信首次用兵就已出现光芒 以上是这期视频 下期将讲述向于此时的动向 以及刘邦接下来的行动 感谢各位观看